你们万华怎么样 那有时候 你们万华独窟啊 那你要回独窟啦 之类的 那生意还好吧 那我妹子跟她笑笑说 还撑得过去 话说得无奈 面对同业玩笑话 只能苦笑面对 本土疫情五月中升温 两名在万华茶室上班的小姐确诊 全台病毒快速扩散 万华人这次疫情 不仅面对严峻考验 遭受外界 各种歧视与污名化 车水马龙的北市西原路一段上 一家专门贩售推广日本清酒的酒吧 疫情爆发后 生意直接掉一半 疫情来说的话 主要因为我们被归类到 八大行业里面 那第一个首先冲击 当然就是我们在贩卖单杯的部分 那虽然说我们自己在登记 我们店在登记的时候是零售业 所以我们可以像贩卖这种单品的 单品的这一种清酒 那目前来说的话 因为三级警戒了 八大夜停业 那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一种单杯贩卖 那甚至活动都要被迫取消 那甚至联营会 或者是跟同一合办的这种活动 全部都要先喊停这样子 生意大概剩几成了 哇这个真的是蛮 对掉大一半以上 掉一半以上 对一定掉一半以上 那疫情这段期间啊 有没有被受歧视的这个状况 这个的话真的是多少会有 像我们同业之间也会说 欸你们万华怎么样 为避免人与人接触衍生群聚 成为防疫破口 酒吧被列入八大行业得全面暂停营运 不仅如此还遭受同行间的嘲讽 酒商来拿一些 比如说像是我们货单什么的 欸你们万华毒窟啊 那你要回毒窟啦之类的 那生意还好吧 那我们也只能跟他笑笑说 还撑得过去啊 还撑得过去 但是大家都是蛮辛苦的这样子 那客人的部分 客人的话也是一样 那我们也是这样按摩客人说 没有 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是 算是最严重的地方嘛 本带是人身鼎沸的猛假商圈 疫情爆发沦为一级重灾区 你这样子万华地区被框校这个 污名化啊 我觉得蛮难过之类的 其实也会 因为我们自己在这边 我们在这个三级警戒里面 我们还是一样维持营业 那我们在看那种商店什么 其实以前很热闹啦 在三级警戒之前很热闹 那目前的话 大家晚餐之后看出去就是 时程吧 类似大家说时程 因为其实没什么人 在先前 大概每天确诊 大概一百多两百多 甚至三百多的时候 其实店面都是紧闭的 连那种就是速食店 他也没有开门 然后以往就是比较热闹 广州夜市嘛 猛假夜市 都是空荡荡的这样子 也没什么人过来 会不会觉得很不舍之类的 其实还蛮不舍的 这边也是被乌米花这样子 其实万华没有这么恐怖 大家都很辛苦 万华人怎么了吗 疫情爆发后 外界将矛头指向万华 当地人多日以来 饱受异样眼光看待 以期盼尽快度过疫情 回归正常生活 我觉得就是万华这边的 比如说像是长辈店家 或者是一些医护人员 或者是警务人员都很辛苦 那希望说疫情赶快过去 那除了万华这边的话 我们希望说全台湾的 这个医护人员警消人员 那甚至可以在医护这方面做贡献 让大家一起度过这个疫情 中时新闻瓦 其实万华没有这么恐怖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